正确集体记忆 正确的集体记忆一词来源于2020年6月8日 时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 而后这成为了网络流行语 2020年6月7日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 这份白皮书中将新冠疫情比喻成了一场人生 人民战争 总体战 阻击战 总结表彰了中国政府的抗疫成就 但是对于已故的李文亮医生 以及其他在疫情初期向民众发出警告的吹哨人们 却只字未提 在6月8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华春莹 昨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发表关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 又外媒认为这是为中国行动辩护 你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对此回复道 中方发表白皮书绝不是为了辩护 而是为了记录 因为抗疫叙事不能被谎言误导玷污 而因留下正确的人类集体记忆 此番充满真理不风格的言论 引来了大量网友的质疑和嘲讽 微博用户普通网友张小谎说 留下正确的人类集体记忆 直接给我整死鸡了 请问什么是留下 什么是正确 什么是人类 什么是集体记忆 什么是留下正确的人类集体记忆 代表着最强大公权力的国家 表达着最狭迫包容性的措辞吗 自此 正确集体记忆成为了网络流行语 被网民用来形容权力 对历史叙事的塑造 所有的民生苦难都被强大的审查机构 有意遗忘 留下的正确记忆 则描绘出了一个完美的太平盛世 然而 仍有许多不服从的个体 通过各种形式 一次次的记录被官方试图抹去的历史事件 用不正确的个人记忆 来对抗官方塑造的正确集体记忆 将真实的历史留在每个人的心中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向我们投稿 投稿地址请见本期节目的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cdt.media